电影鱼嫩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小伙伴最近应该都在看世界杯吧 当90分钟的球赛听完后 主裁判就会算出一定的商庭补食 今天呢小悠就给大家说一个 关于人生商庭补食的奇幻短片 女主小松是一位护士 一天晚上男友小渣突然就离开了小松 后来小松才得知小渣已经有了未婚期了 小松非常伤心撕了小渣的照片 摘下小渣的求婚戒指写了一封遗书就上了天台 小松缓缓的走到天台边缘 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 就在快要落地的时候 时间就像定格了一样 小松漂浮在了半空中 这时出现一位小哥举着4小时44分的牌子 三位足球裁判入场 还有几位黑衣人给小松搬过来梯子 小松一脸蒙圈的爬了下来 裁判告诉小松 你的人生还剩下4小时44分钟的商品补食 接着裁判递给小松一双运动鞋 穿上了运动鞋 裁判吹口哨 示意小松走完剩下的人生 生无可怜的小松回到了自己的医院 三位裁判和即时信小哥紧随其后 小松很无语 走进了一间检查室 裁判跟进来一瞧 小松居然上吊了 一位带着简单的负财迅速上前 剪断了绳索 桌子上面的手术刀又引起了小松的注意 一个裁判急忙挡在小松面前 并且出示了一张黄牌 小松无辜的说 这是什么呀 我又不看球 继续在医院晃荡 小松像一位同事要个房间钥匙 然后又推开门钻了进去 裁判门很慌 迅速冲进去 急着的小松从门后跑出来反锁了房门 用假动作摆脱裁判后 小松马不停蹄的就往天台跑 这时一封遗书飞到了小松的怀中 这封遗书是这位大叔的 小松急忙跑过去对大叔说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阻止你自杀 因为我先来的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大叔不得意了 凭什么说是你的地盘 你自杀的原因 无非就是被男朋友甩的之内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小松急眼了 谁告诉你 我是因为这个的 附近天台那么多 你选其他的不行吗 大叔一本正经的说 因为这是医院 万一死不了 还有可能获救啊 小松受不了大叔的胡想蛮缠 此时对面天台也站着一位生无可念的男士 下一秒 这位男士就在小松的眼皮底下跳了下去 临死之前居然和我对视了 小松捂着脸不肯直视 画面一转 颤颤发抖的大叔看了一眼遗书 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位男士一样做出傻事 而小松的心情和大叔是一样的 接着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自己挪用了142万元的公款去赌球 结果输光了 走投无路 才想到以死谢罪的 好心的小松就把自己的全部存款 130万取出来交给了大叔 因为自己已经死了 这些存款也用不上了 不过还差12万 大叔只有自己想办法咯 大叔很感动 为了答谢小松的救命之恩 来到小松家帮小松扔哪里 收拾房间 大叔发现了小扎的戒指 小松直接当哪里扔了 大叔说 现在不是提倡环保吗 这么大的钻戒 卖掉说不定就能凑够140万呢 结果小哥告诉小松 这个戒指是个赝品 小松不相信 让小哥用发卖镜再看一看 不管怎么鉴定 小扎送的这枚戒指 就是地摊买的假货 他的戒指就值一枚500个铜板 小松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气之下 把家中所有的包包都拿了过来 大叔很激动 不至于这样费心为我凑钱吧 小松表示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 大叔追出来 开心地告诉小松 你的包包卖了20万 还多出8万块呢 大叔带着小松 去了一家高级餐厅 扣门的大叔 只点了两份普通的套餐 小松不高兴了 用我的钱还这么小气 好不容易哪一次 当然要吃一点好的呢 而裁判们只能等候在门外啃着面包 吃完大餐 小松请求大叔帮他做一件事 一个转场 大叔来到了小扎的公司 从身后抱住了小扎 接着小松登场 调整心情后 微笑地走到小扎面前 伸手说了一句 拜拜 然后狠狠地抽了小扎一个大耳瓜子 裁判吹了一声哨 给了一次慢镜头回放 用可爱的笑脸给对方一个巴掌 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啊 抱着小扎的大叔摔在地上受伤了 小松搀扶着大叔来到医院 这时过来一位重伤患者 就是那位跳楼前和小松对视的男士 护士长说他刚好跳到一个沙堆上 所以奇迹般的就活了 然后护士长把小松训斥了一顿 把患者放在病室不管 女人跑哪儿去了 大叔急忙给小松解围 自己本该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放任病人不管 还跑到天台自杀 小松非常自责 大叔安慰了小松 你就是白衣天使 你今天不是救了我吗 大叔表示他会去自首 让小松以后好好加油 小松非常感动的对大叔说 有机会再一起去吃大餐吧 此时小松的伤停补食就剩下五分钟了 小松这个时候后悔了 因为他想好好地活下去 裁判员带着小松回到死亡地点 裁判伸手示意躺过去 小松说我不想死 但是裁判示意无效 小松无赖地脱下运动鞋 非常不情愿地趴在了摔死的地方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 护士帽掉了下来 小松居然又没死 因为伤停补食过后还有加持赛 小松开心地伸了一个懒腰 影片就结束了 这部治愈的短片告诉我们 就算输了比赛也不是什么世纪末日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上天台哦 今年的世界杯小优也看了几场 有一些遗憾 我喜欢的球队已经出局了 小伙伴们最看好哪一支球队呢 电影云南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